大家好 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 烧茄子的做法 简单一学 非常好吃 首先准备茄子 洗净备用 再准备蒜末 青红辣椒丁各适量 把茄子去皮 然后切成滚刀块 如图这样就可以了 把切好的茄子 在清水中浸泡一下 然后捞除 撒上干的淀粉 搅拌均匀 使每个茄子上均匀地 都裹上干的淀粉 如图这样就可以了 锅中烧油 待油温烧至六成热时 倒入茄子 大火炸至 炸至表面酥脆 后捞出控油备用 准备一个碗 放入盐 鸡精 糖 生抽 蚝油 各适量 然后再倒入一勺水 调成汁 锅中放入底油 倒入蒜末 大火炒香 把炖好的汤汁 倒入锅中 大火熬开 然后把炸好的茄子 倒入锅中 再放入配料 翻炒均匀 大火收汁即可 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常美食 烧茄子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们 双击关注我 美食每天更新 感谢大家的支持